大家好,我是宇哥,宇哥出品必是精品。 还与双一一起玩起了兔钉游戏,小曾老师眼瞅着一颗钉子戳进柳田老师的脑门,正要喊叫,却被柳田不可思议地拔了出来。 若珊等人觉得柳田老师太怪异了,好像不多的玩偶一样,而且他讲的课根本听不懂。 若珊站起来抗议,反被对方法跑一百圈。 若珊累得躺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,双一幸灾乐祸地嘲笑他。 若珊质问他到底对老师做了什么事? 双一一转身便跑,若珊本已抓住他,却不小心扯住他的裤子,且双一根本没穿内裤。 这下双一的屁股油白变红,害羞地逃跑了。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,双一决定向若珊报仇。 第二天,还是小学生的若珊发现自己竟然长出了胡须。 同学们围着他笑作一团,柳田老师赤着他,竟然嘚瑟地流胡子后,甩出明晃晃的刀片朝他袭来。 若珊吓得抱住老师的腿,刀片一时落空, 截掉了柳田的半截手指,若珊忍无可忍地叫道,你根本不是老师,是不做的冒牌货。 布偶气得吐出几颗钉子,还用刀片划破了若珊的脸,还好小曾老师冲进来支走了布偶。 若珊捡起钻掉的手指,发现果然是布偶的。 傍晚没想到与若珊等人约好的小曾老师也变成了布偶。 孩子们吓得拔腿就跑,跑得最慢的笑态被布偶追上,用绳子死死勒住了脖子。 若珊发现前面有人在烧火,灵机一动,取来火把点着了布偶的头。 布偶迁就得落荒而逃,他们怀疑又是双衣在捣拐,于是趁双衣外出时偷偷爬进了他家。 他们果然发现了一个形似若珊的布偶。 那么柳田与小曾老师的布偶定然也是双衣做的,用布偶与真人调换了。 但若珊没有惊慌,他倒要看看布偶动起来后自己会怎么样。 当即决定先回去,并拜托笑态。 若自己的布偶也变成那样,定要将其消灭。 准听,烧焦的小曾老师布偶在学校挥起了鞭子。 双衣也开始对若珊实施诅咒,准备让他光溜溜在操场上跑一百圈,以暴露定之中。 这时双衣的大哥突然出现,问弟弟在搞毛。 双衣吓得如青蛙一般跳下了楼,溜了。 随后若珊的布偶也跳了下去,大步流行跑远了。 此时本尊若珊感到浑身没劲,颓然跪倒在地。 他猜想定是阁楼上的布偶吸走了魂魄。 小曾老师的布偶更要向若珊和笑台复仇,却被若珊形状的布偶所吸引。 他愤然将若珊布偶撕得粉碎。 此刻双衣也被柳田老师布偶吐出的钉子追得满场乱跑, 无计可施的他只得攀上了解释网。 启溜柳田布偶一把扯下双衣的裤子,双衣再次落了局, 真是自食其果,像完成任务一般。 随后柳田与小曾老师的布偶相继倒地。 这次的报道事件总算结束了。 当天倒在公寓的小曾老师, 以及在公园里恍惚烧火的柳田老师也分别得救。 若珊的胡子也消失了, 只有坏男孩双衣,变得更加抑郁与失落了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讲完了, 若喜欢我讲的故事, 别忘了点击关注, 打开你们的更新提醒小铃铛,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,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, 点击关注, 宇哥在铁粉专区里, 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特别内容用。 喜欢宇哥的视频, 请订阅关注,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。 对了,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。